中央公園籃球场民众会按打球享受运动乐趣 不过一旁篮球场上周却传出 一名是七岁男子打球时突然心肌梗涉倒地不起 现场虽然有医师在场却没有急救设备 男子到院前就已经死亡 球场周边是否要装设AED的设备 球友们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的我觉得应该的 因为我们这个人很多活动人口很多 也有老的也有年轻人 所以说如果突发状况的话 那种东西应该是急救必备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用 当你看到都会用的话 搞不好我们这样直接送到属立院更快 这样急救反而比较快 由于篮球场距离医院只要三分钟的车程 有人认为可以在短时间内 把患者送到医院 在球场加装AED设备 一来使用率低 二来担心遭到破坏 而市议员林佩祥也说 数年前在同一个球场 也发生过同样的憾事 我记得没有错 八年前曾经在公园杯的时候 我们也一个老大哥 也是五十多岁 也就这样子 活生生的在我面前 倒在地上就走了 所以佩祥今天特地办这个会刊 希望能在公园 我们中央公园篮球场这边 增设AED 让可以急救的人第一时间获得正确的医疗方式被急救 因为这两次的事故的时候 旁边其实都有合格的医护人员 但是没有器具可以第一时间做心脏振动急救 所以导致说他们两个只能等救护车上来 后来都来不及 希望说针对本市七个行政区的运动场所 或是民众运动散布的热点 能够来增置这个AED的设备 因为其实内政部有颁布这个公告 在这个公共场所 多大的机器官里面一定要有设置 但是我们这些民众可能爱好运动的地方 或是这些运动的场域里面 是没有设置这个AED的 那万一如果有紧急状况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第一时间的 这个黄金救援时间的救助 那我们今天办的会刊是希望说 我们把七个行政区的这些热点 或是说这些运动场所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把它集合起来 那未来我们跟这个建议给市政府 希望说他未来去来做这个 后续的这个设置的动作 那可以让我们民众 可以多一分的保障的安全 赞成一言是非常赞成说 在我们这个篮球场里面 最好是有这种设备 但是问题就出在 我们有没有良好的维护管理 如果在晚上被偷窃 被拿来滥用 或是哪一个单位在保管使用 使用的人会使用吗 所以我们就要整体的考量 运动场所缺乏急救设备 已经丢了两条宝贵性命 球场AED设备到底要怎么设置 议员们倾向在热区设置 避免汗事再度发生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